Hello,大家好,我是Sara 2023年已经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就会有很多的节日 当然就少不了我们互送礼物的环节 所以今天呢,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我在选择节日礼物上的一些灵感 每次准备礼物的时候 对于我自己而言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首饰 包括我今年回国的时候 也带了很多首饰送给我的朋友们 当然也是因为它很小嘛 不太占我的行李额 但是我依然觉得首饰这个东西 是每个女孩子都会喜欢的 而且日常搭配都可以用得上 也不会说浪费 那安大路莎的首饰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适合作为节日礼物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设计呢 都是比较小巧精致的 在日常的穿搭里面是很百搭的 也不会出错的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像这次呢 我也是挑了两个非常有特点的小的耳饰 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可以送给自己 也可以送给朋友 然后首先呢 就是一个耳线式的耳钉 我自己也是从来没有戴过这种耳线的款式 所以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尾端是有一个好小好小的珍珠 就是很精致 像今年呢也是珍珠大热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佩戴珍珠一般会选择那种小米珠的尺寸 小小的就会更加的年轻化 也是更加的日常一些 所以像一些小米珠的项链 我们就可以去搭配这种小米珠的耳饰 朋友如果是这种教师啊老师或者医生 这样的职业就很适合配戴这种非常非常点缀性的一个首饰了 然后这种耳线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们的穿搭来调节 你也可以把这个珍珠稍微拉下来一些 让它有一个摆动 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更加的灵动 另外这副小耳钉呢 它就是非常有节日的氛围感 虽然也是这种非常小巧的 但是它上面有箱一排这种bling bling的闪钻 还有一颗绿色的这种小宝石 非常符合节日的这种气氛 尤其我们在出席一些稍微正式的聚会的时候 它上面的这种小bling bling的闪钻 就会折射出一些光泽感 也会让我们整个人都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有神采 包括它上面这个绿色的小石头 它镶嵌的时候是一个菱形的 这种设计呢也是非常像一些珠宝首饰的感觉 那在日常上班的时候 我们穿衬衫戴这样的小耳环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所以如果是我收到了这样的礼物 我自己就会非常的开心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戴的这条项链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链就是我们自己戴就可以了 它不是那么的适合作为礼物 但我依然觉得它特别的有特点 也是一个流行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我会自己买来自己戴 有一个存在感很强大一点的这种圈圈 然后它这个圈圈呢还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我觉得整体戴上去是很有那种设计师的一个感觉 就无论是像现在我穿这种威领的毛衣 或者我们穿一些极简风格的那种衣服的时候 都会让整个比较简约的风格上面就是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这种设计感的元素出现 黑银的配色整体就是更加的酷一些 让人更加的冷艳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链呢是我近期可能在穿搭上的一个利器 这一箱呢就是我收到Alemys寄给我的礼物 然后Alemys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护肤品牌 它也是英国的一个高端SPA品牌 它是有那种线下垫的 在圣诞节期间呢他们就会出各种这种礼物礼盒的一个包装 这个也是今年圣诞节他们出的一个套装 它里面呢是有一个卸妆膏和一个面霜 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尤其是这个卸妆膏也是我常年一直会回购的 它是那种很好闻的一个精油的味道 会让人非常的疗愈很放松的一个味道 这个胶原霜弄完之后也是那种皮肤是软软嫩嫩嫩的 会感觉整个脸是有烹弹出来的一个效果 像我自己平时可能跟朋友约个饭的时候 我都会拿个小礼物 有的时候我也会带一个卸妆膏分享给他们 因为我觉得卸妆膏是女生每天都可以用得到的 它非常的实用 然后卸妆膏它整个的价位也不是说那么的贵 所以也不会说送礼物给人造成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只要是谁出国玩了 他们都会带一个香水和一盒巧克力作为礼物 所以就导致了我现在如果还收到大众的比较街香的香水 会有一种敷衍的感觉呢 所以现在我觉得送香水还是要慎重 但香水这个品类还是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小众的香型 我觉得在小众香型里面既可以让大部分人接受 然后又很有调性呢就是Majella的香水 然后我也是用它香水真的还挺多年的 那首先我手里是有一瓶它最新出来的叫乌木星辰这个味道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适合秋冬天的 因为它是那种乌木和皮革的一个结合 是很沉稳比较偏厚重一些的 但是它尾调呢又是有雪松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雪松的味道 所以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尾调留下来的那种很沉稳 但是又会让人很沉静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整个的这个包装呢 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漂亮 摆在书架上啊 或者摆在书桌上呢 作为装饰都已经很好看了 同样说到这样的礼物 它应该会请你吃饭的 然后它这个礼盒呢 打开之后也是很漂亮的 里面是有一个这种玻璃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摆在一起是一个装饰品 还有另外的一个礼盒 然后它打开是一个香水和香薰蜡烛的一个组合 就是如果你挑不好香水的味道的话 你不知道选什么好 你可以去尝试这种香薰蜡烛 因为香薰蜡烛它在调香上面是符合大部分人的 因为它是要摆在家里的一个味道 我手里这个蜡烛的味道呢 它是一个花香和果香的结合 也是有一些雪松的尾调的 真的很好闻 我觉得果香还是挺适合在家里边的一个味道的 它可以让整个的这个氛围非常的温暖 它是来自上海的 就如果你是有上海的朋友 送这个蜡烛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经典的这个 慵懒周末的味道 这个也是我第一瓶 Majella的香水 它真的就是会让人完全的放松 有一种大脑放空 完全就蜷缩在你的被窝里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是很干净很纯净的那种调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慵懒周末的味道呢 其实也是被大多数人喜欢和接受的 这个非常喜性的包装呢 是今年Majka的一个节日礼物包装 Majka每年都会出他们的一个节日礼盒 每年呢也都会和不同的艺术家来合作 那今年呢是和维多利亚州立美术馆 和一位土著艺术家合作的 以一种摇滚流行音乐的那种自由为灵感 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些画作 然后包括上面是有一些女性非常开心的大笑 非常自由的非常发自内心 从内而外的一种幸福感的一个表情 以及动作来庆祝我们即将到来的一些节日 然后也是有一些比如这种小爱心 就是很可爱的元素 还有一些土著的元素 就是比如它这种土著画里边都会有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行 我叫点点 然后还是有澳洲特有的这个大的金刚鹦鹉 又是红色 在澳洲的小伙伴你去逛一个圈Majka 应该是可以一站式搞定你所有想买的礼物 之前一直有和大家分享过的这个品牌 它也是一个澳大利亚本土的护肤品牌 是我自己用了 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整个都是一个直萃的 并且它这个植物也是用到了一些澳洲特有的那种植物中萃取的 非常的温和也是高效的 节日的时候有出一些这种礼盒的组合 它这个红色那种很正的红色 现在这个是一个护肤的套装 如果是好朋友或者妈妈 你去送这样的一个护肤套装就很好 如果说是同事或者是以家庭聚会的一个方式 你可能带了一些酒或者带了一些其他的 然后你以一个组合的方式来送 你就可以选一个这种价位稍微低一些 里面是有一块精油皂 然后还有一个护手霜 就是那种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礼物 但是它这个包装又挺大一盒的 还挺拿得出手的 Sleep这个发圈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首先我自己是用了很多年的 它真丝的质感是非常好的 它用再久你频繁的去使用 它都没有什么勾丝 而且那个光泽感是一直在的 然后包括它里面的这个橡皮筋 不扯头发 我的头发其实是那种很细又少 我觉得每一根对我来说都非常的珍贵 我又非常喜欢输丸子头 就是它也是很有支撑力的 很多很多便宜的贵的 或者就是其他的真丝发圈我都用过 它都没有它的这个支撑力好 有不同这种颜色的组合 所以你也可以根据你朋友的性格 或者他平时的穿搭来给它挑选 像我平时呢可能衣服上 有一些这种小的元素 就不知道用什么来呼应的时候 我就这样直接带一个发圈 它其实也是你穿搭的一部分 真的很好用 前几年在选择礼物上面 我可能更多的是更注重它这个东西很新奇 很好玩或者就是比较实用一些 但是这两年呢我就是很喜欢一些家居的用品 也是那种很有生活方式的用品来作为礼物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在家里的时间 是更多一些的 那有了这样生活方式的好物呢 会让我们感到很温馨很幸福 然后这三瓶呢也是我自己家里边在用的 它是一个澳洲的这种清洗类清洁类的一个品牌 然后大澳洲的小伙伴也可以去他店里边逛一逛 装修的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它是99.9%可以杀菌的 并且全部是直萃的 就是它的成分是非常安全的 像这个呢是 不对是这瓶 像这瓶呢就是家里边一定是必备 我已经用空过几瓶 它是洗地板的 也是对狗狗友好的 对环境友好的 所以是非常安全 我觉得是很适合这种家里边有宠物有孩子的 就每次用它擦完桌子擦完地 都会觉得屋里边的那个空气的味道是很好闻的 专门去洗羊毛 Kashmir的衣服的 专门洗真丝的 其实也可以洗化妆刷或者内衣来用 还有一个小瓶 可以装在包包里边带出去 噴一盆就可以杀菌了 所以我觉得拿它作为礼物呢也是很好的 会给人家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一个就是体验感 这种餐具也是一个很好的灵感 然后这套餐具呢它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 超级美超级好看 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如果收到这样的礼物 真的会每天都会用它吧 每次用的时候都会想起你 然后也会代表着一种就是生活品味 然后它上面是一个这种树纸的一个竹节的设计 而且非常的精盈剔透 这一套呢是有四个小勺子 然后大勺子叉子和刀 就是日常我们吃饭或者吃一些甜品都是够用的 有的时候女生还是需要一些这种就是精致的东西的一个加持 有一种享受生活的这种感觉 感觉用它吃饭我动作都会优雅一点 反来今天视频呢截止到我这个美丽的餐具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的 非得让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咖啡豆 他说如果他送礼物他肯定是首选这个咖啡豆 然后这个咖啡豆呢是我们喝了好多年 真的不知道喝了多少斤的一个咖啡豆 一些咖啡里面也是有做它的这个咖啡 绿色的包装是我们喝过就是最好喝的 它里面是有一些果香的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也是比较好接受的一个咖啡的这种味道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还可以喜欢今天的分享 还要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安娜露莎在年终大促的时候 也是全年最高的一个力度 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安娜露莎的首饰作为节日礼物呢 这个时候入手也是最省钱的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也要记得按下面的订阅键 订阅我的频道 就会到更新的时候收到提醒 想要了解我更多的穿搭以及生活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啊 拜拜